现在来到了新世纪广场 看没有之前人多了 我记得前两年来的时候 这里人深人海 现在冷清了很多 看没有什么人 信息里有游这么逛上场 但人不多 喝一千笔差多了 问个问题 阿拉上海目前事业的人多吗 我们都知道 上海是中国经济的领头羊 而且在国际上 它的经济实力也是相当突出的 所以吸引了众多的年轻人 前来生活和工作 然而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 上海的失业率虽然整体比较稳定 但却也是近十年来最高的 另一方面 大学生的毕业人数 又是近十年来最多的 我最近点外卖的时候 就发现有些起手 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 而且不仅是男生 有时甚至还会遇到女棋手 而我所在的小区 和房东闲聊时了解到 今年的租客比往年都要少一些 导致小区里的好多房子 都空置挺久了 最不可思议的是 我之前所在的一些陌生人交友群 现在竟都成低成本创业交流群了 当然我观察到的可能只是局部现象 不知道你们的观察和感受是怎样的 2024年大部分人会下岗失业已成定局 产能过剩和消费市场萎靡 2024年的就业形势太严峻了 2023年呢 失业集中爆发 亦有好一点的岗位发布 数百人前来争抢 比如成都的一家公司 想召一个前台 消息一发布 收到了数百份的简历 他从中挑选出来了30个人来面试 可是好几天过去了 都没有选出合适的人选 因为他们要挑学历 挑长相 挑气质 挑身高 是因为太多的选择 反而让这个过程变得很慢 关键的是什么呢 之前的前台 他明明就是一个很普通的 是因为竞争激烈 才导致的现在这样 就业形势 目前来说真的太严峻了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 只说实话的频道 在影片的结尾还会有总结 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不要忘记订阅 实话说呢 过了辣八九十年 但今天已经是辣月十二了 你看这生意啊 往年的话 一旦进入辣月开始 真的是啊 生意真是人挤人啊 挤不动 生意特别好 店里挂什么卖什么啊 你店里挂什么 客户拿什么 客户卖的也好 不单率也高 但今天你看一下 没人 客户不来市场 没人拿货 就连零售的也是啊 寥寥无几的人 今天我们店铺啊 零售一届 客户也都是零零散散 拿点现金贷卖的羽绒服 其他的也是不卖 春款更别提了 没人拿 天太冷 这天气也合适啊 你说天冷吗 春款不卖 能卖羽绒服 但是啊 羽绒服也是不卖啊 不知道啥情况 你们那边是个什么情况 评论区来聊一下 孟乐城 一年不到的惨状 我的天 都已经 全部都空了 这边全都走了 全都空了 我的天哪 好空旷 你看看 目前存活的就几家奶茶店 还有细节扎穿 你看 全部都已经到差不多了 现在我们在滇池会展中心这里 玩福井国际小镇 晚上看看 走走 但是感觉 你看 人太少了 零零星星的 几个人 山产环境非常大 也非常好 但是你看这些山坡里面 一个人都没有 太冷清了 这边也是 你看 基本上没什么人 这片 全部是 也是 人都没有 福井里面 你看 基本上只有 两三个顾客 在试衣服 最近有很多大厂都在裁员 其中就包括男朋友的大学同学 他本科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 研究生是西北工业大学 说是毕业后 一直在某家互联网大厂工作 之前在年中 公司就有一波裁员 名单上没有他 谁知道年底又来一波 幸好一共补偿了18万 还可以回家过个好年 如果像我们这种普通私企 可能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现在就连央国企 也有部门整改 岗位调动 有的就是直接降薪 降年终奖 我们身边也有在国企上班的朋友 去年的年终奖还是20万 今年直接砍了一半 因为接受不了 选择了离职 没办法 这可能就是大环境下 普通人的现状 不管是对于男朋友 还是我 都会面临着随时失业的风险 但我们还是要调整自己 做好职业规划 平时减少不必要的开支 适当的消费降级 来保证家里有足够的能力 去应对接下来一年的房贷和车贷 最后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中国政府在暂停发布 青年失业率数据半年后 近日终于披露了 经过修改的统计方法后 得出的新数据 显示青年失业率有所下降 然而 一些经济分析师 对这一新数据表示困惑 中国国家统计局 于1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去年12月城镇青年失业率为14.9% 相比去年6月的20%以上有显著降低 美国华尔街日报 已用专家的话指出 仅凭一个月经修改统计方法 得出的青年失业率数据 可能难以让公众幸福 就业市场已有所改善 也可能无法消除外界 对中国官方统计 数据准确性的长期质疑 恒生银行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王丹表示 此次调整相关计算方式 可能会加剧公众 对官方数据的不信任 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 目前的青年失业率统计 不包括约6216至24岁的在校学生 目的是将重点放在 真正需要工作的人群上 如已经完成学业的人 或非在校学生 国家统计局并未提供 新统计方法的详细信息 有未与旧方法进行对比分析 报道指出 一个关键疑问是 国家统计局此前表示 并未将大多数学生纳入统计 在停止发布就数据之前 国家统计局在2023年6月曾表示 16至24岁年龄段的人口 总数约为9600万 但只有3300万人在工作或寻找工作 剩下的约6300万人 不在劳动力范围内 专家还质疑的是 国家统计局并未对过去的 青年失业率进行重新计算 通常在改写统计规则时 统计机构会重新计算过去的数据 但国家统计局仅公布了 一个月的数据 专家表示 在更清楚地了解 哪些人被算作失业人员 以及有更长时间的数据系列 可供分析之前 很能判断中国青年失业率的 真实变化趋势及其原因 报道指出 中国政府将在校学生 完全排除在失业统计之外的 做法并不普遍 再包括美国和欧洲战内的其他国家 对在校学生的统计方法基本一致 例如 在美国 如果学生在过去一个月 积极选找工作 并能在两周内开始工作 无论他们是否在读高中或大学 都会被记录失业人权 如果没有选找工作 就不会被视为劳动力的一部分 据悉 失业率和其他劳动力市场指标的统计标准 是由总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 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 该组织的一名发言人表示 将学生排除在失业统计标准之外 与该组织的标准不一致 不过 该发言人也表示 国际劳工组织目前还没有足够信息 来全面评估这一变化 对中国劳动力市场数据的影响 专家长期对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数据 持有疑虑 尤其是关于失业人数的统计方法 例如 官方统计的失业人数 并不包括数亿进程求职的农村人口 这些人群如果失业 可以选择返回农中务农 去年8月 当中国政府停止公布青年失业率数据时 中国年轻人所面临的就业挑战 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 停止公布数据的决定当企业 投资者和经济学家 失去了了解这个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重要数据源 配开新数据周围的迷雾 一些专家认为 其他方面几乎没有迹象显示中国劳动力市场而所改善 中国目前正在应对持续的通缩压力 这种压力削弱了整体需求 并常常导致失业率上升 此外 去年民营企业的新投资出现了缩减 而高达80%的城市就业机会由民营企业提供 今天说到这里 喜欢们的话请点赞订阅 我们将一如既往的为您提供真实的报道